截至傍晚六个县共设立了26个疏散中心 灾力人数突破3000人 连续40个小时的大雨 导致西加墨各河水位高涨 市区西河水位更在今早冲破危险水位 两个最早淹水的肝膀受波及的36个家庭 一共有177人被迫撤离家园 前往救灾中心避难 此外各大定义灾情最为严重 有1082名当地居民被迫撤离到救灾中心 而洛佛州苏丹伊布拉辛殿下 也第一时间宣布启动救灾行动 把镜头转向北部 吉兰丹和登加楼的水灾灾情持续好转 灾力人数从今天中午的4866人 减少到现在的3687人 巴西腹地的灾力依然最多 一共有2546人住在石锁疏散中心 但目前只有蓝豆搬让的哥勒河水位 是在危险水平9公尺之上 并且也在慢慢消退 截至目前 吉兰丹州已经有4人溺水身亡 最后一人的尸体终于在今天上午11点50分 在哥士月光海滩的石锋间被巡获 另一方面 截至下午3点30分 西加末亚罗拉新村开始传出当地水位上涨 积水开始流入花园住宅区房屋的消息 当地居民祸将开始受灾 纷纷将车辆移到高处以防泡水 迎村心情也转为备占水灾